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我是梁恩宇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香港附近都是萬里無雲 不過在台灣以東海域 就見到一個螺旋形狀的雲團 這個就是颱風米娜 我們預計米娜會未來一兩天 橫過華東沿岸至東海一帶 之後還會影響韓國和日本的地區 如果有市民要前往當地旅行 或者公幹的話 記得留意當地的天氣預測 亦都要遠離岸邊,注意安全 看看本地的天氣消息 我們在圍港的鏡頭看出去 可以見到雲糧不多,陽光充沛 不過能見度不太好 主要受到一些煙霞的影響 今天天氣比較熱 各區的最高氣溫上升到33度或以上 部分地區更加上升到35度 主要因為本地的風勢較微弱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詳細 天氣預測會是天晴乾燥 最低氣溫大概是27度左右 明天日間會是部分地區有煙霞 天氣炎熱 市區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2度 新界還會再高2、3度 風方面會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 我們看看雲雨預報圖 見到隨著高空反氣旋 逐漸覆蓋廣東沿岸 我們見到未來2、3天 廣東沿岸是普遍晴朗的 所以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的2、3天會是大致天晴和炎熱的 趁著好的天氣 可以約一些良憑自己去觀賞美麗的夕陽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